人穿亞運倒數計時 今年除了中華隊的表現 令大家期待之外 群手們比賽穿的服裝也是備受矚目 中華奧會在週三下午 舉行2014人穿亞運代表團服中發表會 色彩亮麗活潑 搭配多層次的圖案 專業中又不失流行時尚 令人耳目一新 2014年的人穿亞運 也將是我們有史以來 參加的國際賽事最大的一團 所以在這一個人穿亞運的比賽 我們就特別邀請了名設計師張文軒小姐 來為我們這一次代表服做一些活潑 以及亮麗的一些變化 此外中華奧會也針對田徑 排球 棒球 高爾夫 以及游泳項目設計比賽服裝 在材質上的選擇以及圖案的呈現 都相當注重 為的就是要選手們不僅穿得舒服 更要穿出活力 那麼我相信 這一個今年的代表服 是跟以往是有一點不一樣 馬頭穿起來很好看 運動員穿起來也很好看 胖子穿起來也還不錯 利用中華民國國旗的紅白藍三色 搭配中華代表隊傳統的氣勢與印象 希望能讓亞運國手們在賽場上 展現最好的實力 突破自我 創造夾擊 VTB新聞採訪報導